好 我想要解释完这个 讲这个适用条件 这个一小题就让你们来 来去做一下 一小题这边 一小题这边就讲到了那个适用条件 因为这边我也顺便要来 再补充或者说更正一下 我之前有个说错的地方 那关于一小题 因为就是第一大题的 第一小题是提到了 这个适用条件检验 这边我的那个 因为我给你们的范例档 应该可能后来真正要勾的 其实是这四项 我可能给你们的这个范例里面 没有都全部勾 那这四项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我们需要再看一下电子书 复习一下那个 等一下我刚刚有看到 我刚注意到一件事 刚刚我没有切到这来 这是这个前提 适用条件的检定 是要 主要要勾的是 这四个 那这为什么是要选这四个 我们需要再说明一下 前面在学那个 我们第一次接触那个线性回归的时候 不是有提到了 回归模模型的四个适用条件吗 好 那那个 线性呢 其实是 其实是很正常的 主要是所有的统计方法 都要有这三个 独立性 其实应该正确 完整的东西都说 随机且 资料随机且 且独立 常态性是指 残差的次数分布 要逼近或符合常态分布 然后 变异相等叫做同直性 这也是根据残差 就是说残差的 这个次数分布要 都要是 那个 除了符合常态分布 特别是当你有 两组三组以上的残差的时候 每一组残差的分布的变异 要相等 才能叫做同直性 好 这是复习 前面我们回归模型 知道的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 在这里怎么样运用这个 线性回归模型的这个 检验功能去确定 那首先是这个 第一个 序列相关叫做 autocorrelation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检定 它这个叫 这个自我相关检定 主要就是要检定 资料之间 有没有相互依存性 所以所谓的相互依存性 就是说资料之间 既不独立 也不随机 好 这是独立随机的反义词 好 所以它的h0是主张 资料之间没有相互依存性 或没有相关性 所以 如果它的p大于.05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这笔资料 它是独立且随机的资料 OK 好 然后 再来它有一个 novel的test 叫做Shopiro-Wheek 好 那 这个是 检验资料 有没有符合常态性 h0就是主张 资料样本符合常态分布 那它大于.05 就代表说 它还是符合常态分布 OK 好 那这个QQPlutter 其实它的功能 跟这个常态性检定是一样的 它的那个 它因为它会 它会有一个 像是一个很简 像是有一个 刚好是经过这个对角的回归线 那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资料的这个估计的点 跟这个标准化残差的形成 这个散布的 散布图的点 有没有很跟这个线是一致的 越一致就越符合常态 好 所以这它 这两个都是一个检验 这个资料有没有符合 常态性的一种工具 好 那这个工具 如果说通常我们如果越严格的话 我们通常要用 两种以上的工具 去检验它 好 然后 Residual Plus 我之前有讲错 Residual Plus 它其实是用来检验 变异数同时性的 好 我在那个第十章就是讲回归 线性回归的时候 我那时候解说 有时候那个影片 我会再做一个 做一个注解说明 好 请以我这次现在补充说的为主 好 就是 之后所有的统计方法 只要是检验这个变异数同时的 其实都可以看这样的图 请注意哦 是要看 纵轴式 这个所谓的 这个是叫做所谓的预测值 Bitted就是指的是资料的预测值 然后Residual就是残杂每个资料的残杂 好 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 它是刚好就是刚好好像是排成了三个垂直线 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这个每一个垂直线 是不是刚好跟这个三个主平均 三个药物的效果的主平均是一样的 刚好就是分成了三个 好 那残差呢 它就是每一个的原始资料 跟这个各组平均之间的差异值 我这边有写一个公式 你们可以把它给Copy 因为这个公式其实也是电子书中有的 我先找出来给你们看 电子书中也有补充到 就是在 好 我先来 好 在这边我切到这边 就是说是这里 但电子书在这边是讲的是一个 简定 那这个是只有在那个Anova模组才会有看到的 这个叫做Levenant简定 好 那它的这个值就是 其实它的计算的值就是这个 残差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值就是说 每一个原始资料的数值 减掉这个资料的主平均值 好 因为你们看它这里面这个下标K就代表是说是哪一组 那I就代表是哪一个资料的ID 好你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可以看得懂这个公式这个符号是写什么意思 那残答就是指的是每一组每一个原始资料值跟它的主平均之间的偏差或差异值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JMOBI的示范 它这边刚好就是上面是刚好就是有15个点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基本上它的这个相当于是三组的残差的次数分布 那如果你可以从这上面看到它是不是每一组的次数分布是不是都是接近这个0 就看每一组残差的平均值是不是都几乎是等于0 另外 另外每一组残差的散布变异的范围是不是很接近 那如果是有不一样但是很接近的 只要是这个每一只要是在这个正交设计的残差 每一组的残差它的中心是都是接近这个0 并且分布的变异范围都是相等的或者是接近相等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代表它的变异数的同质性越高 不过如果说你要用那个比较详细的检定方法 那就要用ANOVA模组里面提供的Levenant检定法 那就是电子书12.6.1有说明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 刚刚不是还少一个F值的第二个自由度 就是残差或是说主内 主内的那个自由度 因为它的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残差的图可以看到 它其实都是用每一组组内的资料 去估计这个组的组平均 也就是说每一组的资料的自由度 我们先个别考虑 再把它给合成起来 所以你们看到有些统计数它就直接写 这个状况底下的自由度的公式是这样子算 但其实不用记公式 还是一样的原则 自由度一样的原则就是去看 你要你今天有多少的变数 里面有多少的变数是不受限制 那只要知道受限制的变数 要有几个就可以知道 不受限制的变数 也就是自由度有多少 那在这里因为要受限制的各组有一个 所以各组都是六减义 那有三组就是三乘六减义 好 这样子出来 好 独立样本的变异数分析 这个是连续尺度的 在这边已经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